与踏雪无痕 中国传统武术飞檐走壁 究竟是一种传说还是确有其事 武功的练成究竟会有什么密布传人的训练诀窍 传统武功能否在境内重现 飞檐走壁的传说原来如此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熟悉的生活中发现科学的神奇 用实验来揭示传言的真相 各位好欢迎来到原来如此 我是丁怨怨 首先呢掌声有请实验主持人盛春 大家好我是盛春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我还将带领我的实验团队 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来验证了生活当中 那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 欢迎盛春 你好你好 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 这个话题绝对好看 而且很有意思 是 在中国啊有这样的一种武功 几乎说是家喻户晓啊 我想没有人没有听说过 那就是飞檐走壁 对了 你刚才怎么不飞下来啊 我要是会的话我肯定就飞檐走壁过来 如果说到飞檐走壁这个词啊 这是一个成语 其实要从文化上讲啊 咱们追溯到这个元朝的时候 有个叫刘唐青的人 他在文字当中了提到了这一点 叫做 醉了石 丢砖掠瓦 是吗 对 丢砖掠瓦 然后到晚来飞檐走壁 最早飞檐走壁就是从这来了 考我一上来就 其实这个诗词援引的不错 但是今天你的任务真的不是背诗 你的任务就是要给我们验证一下 究竟这种中国的传统武功 飞檐走壁 是不是真的存在 哎呦 这事还真有点麻烦 你想想 大家都知道 咱们中华武术是博大精深 但是到今天呢 很多呢都失传了 你要说它当初不存在吧 这不合适 是吧 你要说存在呢 你又得找出点依据来 所以呢 今天我们现场 我们用这个原来如此的 这个实验团队 就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来验证一下 到底现实生活中有没有飞檐走壁 而且有没有可以做到飞檐走壁的人 又得有证据 又得有证人 我觉得今天这个任务啊 很艰巨啊 而且你的实验做得再好 你得得到我们观众朋友的认可啊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请到演播室当中 于是你看到面前三位 仅做代表 嘎嘎 藏族青年歌唱演员 对中国武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同音 影视武打演员 曾经多次参加动作片的拍摄 擅长武打表演和特技表演 秋冬江 影视武打演员 曾经多次参加动作片的拍摄 熟悉特技表演和制作 现在我就到他们当中去 好了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三位大众观察团的团员啊 今天肩膀上的任务非常艰巨 今天三位啊 要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来提问题 因为今天探讨的这条传言本身 其实就有想象的这个来历啊 飞檐走壁 谁听说过 谁见过 其实这问题都不用问我们俩 直接问他就成 他会 他常飞 前两天你飞得多高了 大概二十多笔吧 同音会飞檐走壁 那个是吊威亚 有安全措施的 但是生活中 确实没有飞过 是你要真飞过 我还真对你观目相看了啊 所以你是自己尝试过 记住外力 是吧 飞檐走壁 但是没有见过 真正能够飞檐走壁的人 是吧 还没有 以前只是在电影里面见过 但是现在生活中的话 没见过 如果说真实的飞檐走壁 的话 我感觉就是 含红夸成龙和惊喜善那句话 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验证一下 到底这飞檐走壁 是不是真的是个美丽的神话 确实像三位所说啊 在大量的影视作品当中 确实呢 展示了关于这项武功的神奇 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在如今的影视作品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古代的武林高手展现出飞檐走壁的绝技 这些创作的灵感都源自武侠小说当中 对飞檐走壁的描写 之所以能够用画面展现出来 其实是依靠了钓威亚的技术 威亚一词源自英语 是钢丝的意思 这项技术在六十年代 被中国香港的电影人开始应用 他们通过在演员身上绑上钢丝 将它们吊在空中 来拍摄飞檐走壁的功夫 而后在剪辑的过程中 把钢丝进行遮盖 放映时 呈现在观众眼前的 就是神奇的飞檐走壁功夫了 那么在古代小说中 描写的飞檐走壁 仅仅是作者的杜撰 还是有什么依据呢 据民国年间刊印的 《少林全普》的记载 飞檐走壁这种武功 源起于少林寺 少林寺有七十二绝技 飞檐走壁就是当中的一种 七十二绝技属于少林寺秘传 从来不流出此外 在近代的少林全普当中 对这种武功也没有详细的记载 仅有几行文字 还有几幅插图而已 离我们现实生活最近的 几位近代武林高手 他们都身怀绝技 但是没有一位能够掌握 飞檐走壁这项武功 这项武功好像仅停留在 简单的记载上 又或者是隐藏在民间 但是从没有人亲眼见过 今天要验证的传言就是 飞檐走壁这种武功 根本就不存在 三位大众观察团团员有什么看法 还是嘎嘎先说好吧 他们两位应该也都知道 我觉得那些电视剧上面的那些飞檐走壁都是有威亚嘛 像我对于大哥的话肯定得四五个人拉才能拉得通 然后就算有的话我觉得得把他们请到奥运会去 跑步啊跳高啊那冠军肯定全是我们的了 你觉得不可能不存在是吧 还是需要有外力来辅助 邱先生真的需要四五个人来拉你吗 如果飞的不是特别高的话四五个人够 我上次飞过城门楼七个人拉我 飞哪里 大城门楼 城门楼 我要从城门楼下 做一非常优秀的优美的动作我就上去了 那是至少需要七八个人才能拉动我 真正的飞檐走壁绝对没有 这么肯定 绝对没有 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 我经常会做梦 从小就做梦自己会飞翔 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梦想 我觉得生活中里面没有啊就是称那个飞啊 城门楼子那种那种人 听上去啊这个飞檐走壁更像是古代的时候 习武之人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 我们这个原来如此实验团队的一直坚持的观点 就是从来不轻易下结论 那刚才我们都说的了三位嘉宾都说这个飞檐走壁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没关系 咱们通过科学的验证来验证的到底可能不可能 既然咱们已经把它列入了中国武术的行业当中啊 去验证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来了一位武术方面的专家 他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的副教授 武东来我们掌声欢迎他 武东先生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原来如此的现场 帮我们现场来鉴定一下 同时也把关 看我们的验证过程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这样可不可以 那刚才他们都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飞檐走壁不太可能 我问问您您练武功多少点了 我从六岁开始练武术 今年将近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 那我们算一下四十五减六 已经练了三十九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了 练了四十年的功夫 对中华武术的这博大精深啊 应该了解的更多一些了 你肯定听过飞檐走壁对不对 对 那么我们今天呢 从科学的角度稍微给他做一个界定 何为飞檐走壁 科学的态度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欢迎你坐在那 给我们现场进度 谢谢 好欢迎 月月我们现场观众的问题 你也可以提给我们专家 我们要请问一下专家啊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 不借助特技的帮助的话 飞檐走壁压根就不存在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的做这样一个判断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科学态度去分析一下 何为飞檐走壁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科学的训练以后 我们可能能达到很多东西 但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像电影里边的用威亚把人掉起来在空中的飞 这个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传统的武术里的飞檐走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如果这个人可以攀上高墙在屋顶上飞奔的话 能够完成以上这一系列动作就可以说他会飞檐走壁吗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刚才吴老师给这个飞檐走壁下了一个定义 能够上高墙 能够在屋顶上飞奔 都可以称为他会飞檐走壁 三位见过这样的人吗 根本就没见过这种 刚刚还是认为不存在 对 走壁就是在墙壁上行走 我觉得这个没有可能性 根本就没有可能性 也许在这个地球上真正能够做到飞檐走壁的只有他们 一些动物拥有与我们不同的四肢比例 所以他们能够在树林之间实现穿纵跳跃 已经和武家小说里面描述的飞檐走壁很接近了 而人类进化的轨迹当中 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直立行走 它改变了人类的身体结构 让我们在奔跑和跳跃的能力上 永远输给了猴子们 尽管可以采用现代科学的训练方法 不断将人类跑跳力量等身体的极限提高 尽可能地发挥每一个器官和每一块肌肉的最大能量 但是身体结构却无法改变 在不借助外力的前提下 也无法做到类似猴子们为我们展现的飞檐走壁 动物的很多身体结构的优点是我们人类无法比拟的 我们一致都认为 飞檐走壁这种武功根本就不存在 你还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好了 刚才我也听到了咱们现场三位大众共产团 他们的发言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尤其咱们第一位 美国有Lady Gaga 咱们有Mr Gaga 所以你想的所有的飞檐走壁一定是在天上飞的那种感觉 飘着那种感 一下上七楼了 但是我们是专家 刚才武术专家给了我们一个 在中国功夫当中最接近于飞檐走壁的功夫 可能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细想想 实验还在推进 但是我们想想在生活当中离我们比较近的运动 如果你常看体育频道的话 你会注意到这项运动 来 咱们去看一看 在悬崖峭壁上面攀登 同时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 是攀岩运动的前提条件 它和飞檐走壁当中 走壁这个概念的确有相似之处 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一下 攀岩者的动作细节 看看能否在这项运动中 找到飞檐走壁的影子 在攀岩的过程中 攀岩者用手抓住岩石的凸起部分 抠住岩石的棱角 缝隙和边缘 同时用脚的蹬力把身体支撑起来 就这样艰难地攀上了岩壁 也曾经有人用飞檐走壁这个词来形容过它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片看完了 刚才看到的是徒手攀岩的人 他们是不是可以说完成了走壁的这个动作 所以说我觉得 跟我想象中的飞檐走壁相差的比较远 我觉得它就是还会借助一些 就是悬崖上的一些缝隙 觉得不是一回事 是吧 同音 对 我觉得主要这项活动太慢了 所以不是我想象的那种飞檐走壁 那如果刚才像我们现场三位大众观察团成员说的那样 说这个速度太慢了 这个我跟你讲 两位演员绝对是演电影人演多了 就觉得蹭 这个动作就上去了 接下来既然你们质疑它的速度 咱们来快点 来 看下面的短片 速度攀岩比的就是快 依靠四肢的协调运动 他们把攀登的速度加到了极限 运动员是不是在岩壁上飞奔呢 怎么样 短短几秒的时间就可以爬上二十几米高的岩壁 这回速度够快了 跟咱们想象当中的飞檐走壁 是不是又接近了一点 远远 速度够快的 那单凭速度我觉得符合飞檐走壁的概念了吧 三位觉得呢 因为我也参加过这项体育运动 但是因为这项运动它那个人造山上有把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应该算是飞檐走壁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传统中的 或者是我们想象中的飞檐走壁 不搭关 它跟飞檐走壁好像没什么关系 你想汉字来解释一个飞一个走 我觉得这个可以很形象的形容是手 扒着 这次凑一块件爬 这跟飞檐走壁没关系 此时大众观察团的成员对攀岩运动等同于飞檐走壁提出了质疑 理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飞檐走壁是武林高手们闪展腾挪于建筑物之间 而攀岩相对速度比较缓慢 速度攀岩运动又借助了人造山上面的把守 所以大众观察团对用这两项运动来验证走壁的存在并不认可 好三位的观点都表达清楚了 虽然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的速度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这并不是飞檐走壁 首先我们说飞檐走壁呢它是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飞檐第二是走壁 通过自己的助跑以后能够在墙壁上不借助威力的行走 我们被走壁 但是我听您这个话好像真有飞檐走壁这样的一种武功是吗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专家 在古代究竟练习这种武功有什么用处呢 好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就武术来讲 原来的武术呢它有一个职业的渠道 它就是保家护院等等这样的工作 那么这样的话呢穿房越脊飞檐走壁 是它在看家护院里保护和逃生里边非常重要的技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练习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一个从武术的角度来看呢 一个是保护保护自己家的财产 追击这个盗宅等等这样的功能 专家的话呢只是把这种武功啊 从神话向我们的现实生活 稍微拉近了一点点 我一直在想飞檐走壁 应该这个是先上墙壁 然后在屋顶飞檐上飞奔 所以这样分析呢应该是走壁飞檐 我觉得如果盛春先来证明啊 这个有走壁这件事 那么起码这个理论就是对了一半是吧 盛春究竟你的观点是什么 好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观众团队啊 能够渐渐的回到人类所及的这种能力范围之内去想象这个飞檐走壁啊 那刚才我竟然提了两个 一个是这个拍檐 再一个呢就是速度拍檐啊 大家觉得接近 但是还是借助了辅助设备 不过在我们的实验团队精心的寻找之下 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接近飞檐走壁的人 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 对我就从这直接踏上去 难道说他能够蹿纵跳跃于现代都市的楼宇之间如履平地吗 如果他的实验成功了 是不是意味着飞檐走壁 就真的存在了 传说中的飞檐走壁 真的会在今天就在我们的眼前重现吗 飞檐走壁的传说 原来如此正在播出 他叫高科 从小就热爱体育运动 虽然他没有练过中国传统的武术 但是对传说中的飞檐走壁非常热衷 他希望能够通过现代的身体训练方法 练就飞檐走壁 经过六年的艰苦训练 他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基础 现在身高一米七三的他 想要徒手攀上一面高达三米八十的墙壁 来挑战传统武术当中的飞檐走壁 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的那个想要飞檐走壁的人 今天对我们原来如此 节目组呢 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来我们掌声欢迎他 好 欢迎你高科来站到我们身边来 来看这小伙子身材 身材是不是可以 一看就是练驾驶 我刚刚浅身 觉得自己身材稍好了一点 没想到这期导演就找了一个身材这么好的人 把我比下去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来来来来 来继续说咱们的话题 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不具体介绍他的身份 过一会儿再说 我先买一个包袱 高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你们愿不愿意加入我们这个实验团队 来验证现今社会当中 有没有可能做到 人类可能做到的这种飞檐走壁 非常愿意 好 愿意来做这样的实验 如果他的实验成功了 是不是意味着飞檐走壁 就真的存在呢 月月 你们认同吗 高科的愿望就是能够徒手攀道 相当于他身高两倍高的墙壁上 你们三位认为他有可能飞快的徒手 爬上将近四米高的墙壁吗 我觉得徒手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个问题大家很纠结 就到底是走壁还是爬壁 如果我们严格意义上讲 的确认为两脚的移动为走 不借助手的支撑的话 那么我想是非常之难的 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能借助手 爬上这样高度 我刚才也就说过了 也是非常不容易 也是在人类范围里 说可能达到的飞檐走壁的一种表现形式 可能跟传说和吊飞亚不一样 但是的确这是人类的一种能力 一个一米七级的人 要是想徒手攀照 三米多将近四米的高度 如果不借助 如果借助一下就跑 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像人家那个撑杆跳队运动员一样 就是先跑一下 先借助一个助跑 然后再起跳 是不是能达到 我如果说直直体的话 绝对不可能达到 原地起跳 完全没可能 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加上助跑 说不定能试试 但是加上助跑了 这样还算是飞檐走壁吗 还是得请教一下专家了 加助跑也可以 加助跑它有一个能量的转换 好 那这样我们就再给高科加一个条件 你可以助跑 高科你知道吗 你现在把我们现场的人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我的胃口掉得很高 在知道你积没了这样的严格的训练之后 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到底能不能够完成 大家拭目以待的这种 最接近的飞檐走壁 可以 我现场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展示 对 我就从这直接爬上去 就从这直接爬上去 对 爬到小宁二楼 对 没有关系 这个可以做 没问题 你家里的院墙还管用吗 如果这样的话 两下 两下子就上去了 而且我在担心 你知道我们现场那个栏杆 那是道具 不是特别结实的情况下 它只是轻轻一点 就过去了 对 好 可能电视机前呢 您跟我不太一样 没有这么大的感慨 因为你不是亲眼所见 也许你会觉得我们现场 通过这个摄像机看出来 没有那么高 那没有问题 我们到场外 看看更高的地方 它是怎么上去的 来我们去看一下 此时身高1米73的高科 就要挑战这面 高达3米80的墙壁了 究竟能不能成功 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高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挑战马上开始 不知什么原因 第一次挑战失败 高科调整了一下呼吸 进行第二次挑战 还是没有成功 在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 高科队前两次 脚在墙壁上面的落点位置 进行了调整 准备进行第三次挑战 此时 实验团队也架好了 高速摄像机 准备记录下高科 第三次尝试走壁的 每一个细节 助跑 发力 挑战成功 我们通过高速摄影 再来仔细地看看 高科攀上墙壁的全过程 如果单凭起跳的高度 它是无法攀上墙壁的 所以它用右脚起跳之后 左脚登上墙壁 用力向下登 借助这个力量 它攀上墙头 我们利用特技手段 将画面转换成水平的视角 再来看一下它的动作 从这个视角 我们不能看出 它确实是在墙面上走了一步 而这一步 高科究竟是怎么练成的呢 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玄机呢 好 其实有一点 我需要强调一下 这个飞檐走壁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从文学上 从古代的文学传下来的 文学是什么概念呢 喜出望外 我们怎么解释 它一定有一定夸张的成分 对不对 所以就人类基线来讲 我们看怎么才能 更接近飞檐走壁 刚才三位都已经说到了 说借助助跑 对 助跑可以 必须要助跑 必须要助跑 对对对 你需要一个横向的力 然后转合为垂直向上的力量 你说什么 把这个垂直的力 水平方向的力 转向垂直向上的力 好了 我们万能的实验团队 早已经做好了这样实验的准备 来 有请我们实验团队 好 大家看到了 小丁拿出来两件东西 一件呢就是一个木板 这个木板呢可以代替墙壁来模仿它 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网球 它是具有弹性的 对吧 那当你给它一个力的时候 它会在地面上一个反作用力 把它弹回来 那用它来模仿人 那怎么能够把一个横向的力 变成纵向的力 我们来试一下 通过这个演示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想要将一个横向的力 变成纵向的力 碰撞到的墙壁 必须是倾斜的 才有可能实现 但是墙壁是垂直的 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反弹 最基本的一个反弹的原理 这我也知道 反正咱们是一个团队的 是是是 对对对 认清自己的身份 没关系 他提出的质疑很好 墙壁当然是垂直的 对不对 如果这样 你大家看 再看 注意看 是往下的 所以咱们把横向的力 变成纵向力 这是很难的事 高科 利用猪五炮 冲向墙壁 当脚登上墙壁的一瞬间 在反作用力的作用下 身体势必会反弹回来 似乎形成不了向上的力量 而且猪跑的速度越快 从墙壁上获得的反弹力 就会更大 根据这样的原理 人们可以完成这样的动作 那么高科之前走壁的动作 是如何完成的呢 它究竟是怎样 将一个横向的力 变成纵向的力了呢 来 小令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给大家制作的这个模型 在这儿啊 我准备了一个这个墙面 首先这个呢 就是墙面 然后呢 这上面 趴了一个造型 比较奇怪的一个人 一个人 您这个人看起来 不太像干好事的样 他需要克服一种力 就是他要往上去 对不对 那人呢 地球的引力是往下去的 对不对 吸引力往下去 可是他要克服要往上爬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去尽量的提高这个脚踝部分 足背区的这个角度 我准备了一个脚的模型 好了好了 您这是脚的模型 这个可不是鸡脑袋啊 这是一个这样看的 哦这样 你看果然不同啊 刚才放过去 一点看本来是脚的模型 来 那这个脚的模型 这个我可以做个解释 这个脚 正常人啊 这个叫足背区 正常人足背区的角度 大概就是22度 只能弯曲到这个角度 他去登墙的话 他有可能会弹回来 他有可能会弹回来 所以呢 我们需要这个背区的角度更大 我们需要到45度 足背区的角度 是指人直立的时候 勾起脚尖 足背与水平 对面之间的夹角 一般是22度左右 这个角度可以满足 人类正常行走 跑步时 踝关节的运动 但是经过专业的训练 这个角度就会变大 这是经过训练的做到 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训练所做的 很多东西 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可以做一个现场的演示 我们平时的训练动作 刚才其实是中国这个模型演示 大家觉得已经很神奇了 我们平常人的角是这样的 这个角度是这样的 但经过训练之后 它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贴合起墙壁 就更贴合了 对不对 往上的力量可能更大了 那我们非常想现场 看看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到底你这个角能做到什么程度 来到场地中间来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高科 这个经过训练的角 跟我们普通的正常人角 什么不一样 来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脚可以弯曲到什么程度 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拉伸大腿 小腿后侧非常急 我们会经常去做这种类似的训练 大家可以看我的左脚 我的脚后跟是贴着地面 然后我的膝盖在往前 如果你想要小腿后侧的肌肉 感觉再多一点的话 你可以整个躯干都往前倾 这样你可以看到我脚踝背曲的幅度 其实已经 你能做到最大程度 已经比较大了 已经比较大 好 那我是没有经过训练的 我看比一下 前面前面 注意弯曲前面膝盖 后面的脚后跟一定要贴着地 对对对 要绷直吗 后腿一定要绷直是吗 你会感觉小腿后面拉伸非常明显 对对对 有被断筋的感觉 高科足臂区的角度要明显大于胜春 这是因为高科经过几年对小腿后侧肌肉群进行拉伸 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但是这一项训练必须循序 急功近利就会很容易造成肌肉的拉伤 当这个角度足够大的时候 脚底与墙壁的接触面积就会增大 也就是说脚底和墙壁的摩擦力就会增加 正是这个摩擦力实现了把横向的力转化成向上的力 无独有偶 就在几年以前 一个叫葛强的年轻人 曾经试图在线传说中的飞檐走壁武功是否存在 同时留下了这段视频广泛传播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他在墙壁上的的确确是走了三步 进而登上了高墙 仅从这个动作来讲 更加符合专家提出的传统武术当中走壁的概念 而高科是通过在墙壁上面走一步抓住墙头 再利用臂力将身体拉上三米八十的墙壁 通过对他这个动作的分析 也同样符合走壁的概念 好了 现在要问问我们三位大众观察团团员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我想拜他为师 对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这个吴老师 刚才高科的这个举动 攀爬了一个将近四米高的墙壁 这样算是走壁了吗 就走壁而言的话 如果我们严格的意义上讲 就是不用手的支撑能走的话 看来是很难的 但就此而言呢 有手的辅助性能够在墙壁上走 也的确是超出常人的 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飞檐走壁也只完成了一半 是吧 这个飞檐还没有证实过 那可是要在这个屋顶上面飞奔 如履平地一般 所以说这条传言到目前为止 只验证了一半 关于飞檐 盛春你可以跟我们验证一下吗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公开高科的身份 高科你自己向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衣服 可能看不太清楚 北京跑酷公社 我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然后也是一个体能训练师 据我所知 这跑酷这项运动最早是源于法国是吗 对 跑酷是最早是源于法国 源于法国的一个 一种军事训练的体系 但是很大程度上呢 跑酷创始人他们也会提到 他们有很多灵感是来自中国的武术 对 就是中国的飞檐走壁吗 这个没有办法去考究 高科你看很多人对这个跑酷这个词 可能不大熟悉 你能不能用这个最简单的形象的话 给我们描述一下跑酷是什么样的运动 跑酷是我们用自身的能力 跨越眼前所有的障碍 咱们可以理解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我们只走直线 我们要跨越眼前所有的障碍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在其中要做跑跳攀爬 然后翻越 还有一些落地的动作 所以这个运动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综合 跑酷的动作是要在各种障碍物上面进行 所以它的训练必须要全面 在翻越障碍的时候 对于四肢的协调要求非常高 同时落点也很重要 如果落地的准确性稍有偏差 就会从障碍物上面掉下来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运动员要在平地上面 反复的训练力量跳远 所有的训练 都是要针对跑酷运动的特点来设计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也想眼见为实 是 不能光是这个长篇大论 跟我们这说怎么训练的特别扎实 是吧 我们得亲眼看一下 那好了 那你看高科 今天把你请过来 大家刚才已经见识了你这个爬墙 应该说是最接近走壁的这样一个功夫 那还有飞檐 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些我们的 几个我们的职业的队员 吴先生 对 他们可以给大家在现场做一个展示 我现在特别想问个愿意 包括我们现场的三位观众 这个算不算飞檐 你们能不能认可 圆圆 我今天也发现了 这个盛春和他的实验团队 是通过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论证今天的这条传闻 这个高科的这个跑酷团队 他们的表演动作算是飞檐的吗 三位 作何感想 难度肯定是有 而我们看着也非常的清晰 不过怎么说这是平地 那个我们说的是飞檐 这个有点距离吧 此时大众观察团的成员对跑酷提出了质疑 问题的焦点还是集中在飞檐这两个字上面 他们印象当中的飞檐 应该是武林高手们登上屋顶之后 如同蜻蜓点水一般在屋顶之间飞翔 而不是跑酷选手在平地上面翻阅障碍的表演 那么在传统的武术当中 有没有关于飞檐的训练呢 请教一下专家 所谓的飞檐呢 实际上我们古代的房子 大家看到有房檐 房檐呢 出来它有那个房子的那个房源 那个木头的那个源头 那么在古代呢 这武术界传说是什么呀 就是当我手霸着每一个房梁的时候 我们能够移动为飞檐 我不知道敢不敢说专家一句 我觉得专家是不是有点在偷换概念 按照我们理解 飞就是在屋檐上飞 如果我们把飞界定在不介入任何位里 人体通过踏跳 能在空中腾空了以后 认为是飞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现实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专业武术运动员 经过训练以后就可以做旋子 横空飞脚等这样动作可以飞起来 怎么样 邱先生现在这个还说吴老师是偷换概念吗 可能是我可能是由于职业的原因 可能是自己也做过 然后想象的东西也多 吴老师这样说的话 也有一定的道理 毕竟 毕竟我们是人类不会真正的飞起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我们可以请一个专业运动员 给大家表演一下 在现场的飞的版本 对于武术运动来说 原地踏跳完成腾空动作 可以被称之为是一种飞的形态 除此之外 在建筑物的屋顶完成奔跑 跳跃 同样被称之为飞 而这种技能的体现 更接近于传说中的飞眼 既然跑酷运动发明的灵感 来自于中国的武术 那么他们能不能实现 武术中描述的飞眼走壁呢 传说中的飞眼走壁 跑酷运动能否将它呈现人间 练就飞眼走壁 究竟还需要克服哪些障碍 在现代都市的楼椅之间 是否能够见到飞眼走壁 窗房越济身影 中国传统武术 与现代的跑酷运动 在今天究竟能够碰撞出 什么样的火花 飞眼走壁的传说 原来如此正在播出 高科的这个跑酷团队 他们的表演动作 在平地上 这个完成这些动作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知道他们到了高空中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好 在有了专家的肯定之后呢 我们的验证就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那接下来 来我们来看看高科 他们的为我们做出的表演 从高科的跑酷团队为我们展现的跑酷运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攀上墙壁 可以在墙之间跳跃 可以在墙壁上面奔跑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符合飞眼的概念 他们可以控制自己身体在空中的动作 可以在建筑物上面找到准确的落点 在跳到落点上之后 又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身体稳稳落住 不会从建筑物上面掉落下来 他们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有一定难度的动作 是因为他们利用现代的科学训练手段 对自身的弹跳能力 上之力的进行加强 尤为重要的是 他们对平衡能力的训练 那么在传统的武术当中 有没有类似的训练呢 请教一下专家 好 就中国武术来讲 它的内容非常的博大 这样的训练方法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在练习平衡能力的时候要经济独立 这比如说我们在装上行走 梅花装等等 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训练方法 中国传统武术当中对于飞檐的训练方法 最主要的是走梅花装 习舞者要在两米多高 落脚面积很小的梅花装上 完成行走甚至跳跃的动作 但训练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们的平衡能力 身体的稳定性就会大幅度提高 这样在复杂的建筑物上面奔跑的时候 就能够如履平地 飞檐的训练方法 还有跳梅花坑 习舞者在坑与坑之间进行跳跃 如果没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弹跳能力 是难以实现的 这两种训练的方法和结果 和高科的跑酷团队是一样的 有走梅花装是吧 还有有走钢岩是吧 诸如此类的训练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走砖 把砖些平放的 然后再立起来 再立起来 这样的行走练习 都是练习平衡能力和脚回的感知力 即便是练了非常稳定的这个平衡感 它也是在平地上 如果要完成飞檐这个动作 还需要跨越一个障碍 究竟是什么呢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身在高处给我们带来的恐惧感 是练就飞檐最大的障碍 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平地上面 我们很容易完成的一些动作 如果放在高处就会畏首畏尾 难以实现了 这种心态源自于我们对高处的恐惧 而飞檐讲究的是在屋顶上面奔跑和跳跃 如何克服这种心态 是练就飞檐最关键的问题 远远刚才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查过资料 这个现代人91%都有恐高症 我就有非常严重的恐高症 就是什么感觉 就一到觉得自己弹跳下去之后 不能够承受自己生命之重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会 你就站着不由此主的腿就开始发抖 你有没有恐高 一开始谁都会有 但是我们会通过一些训练去克服这种问题 怎么克服 我在这可以提一个本体感受的概念 本体感受呢 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天赋 但是由于长期劳累的工作 都忽视了这种能力 实际上呢 你说的恐高 很多时候你是依靠视觉去维持平衡 但是他往往会骗你 对对对 眼睛往往会骗你 我打个比方 那个箱子是两米高 两米高 你看是两米 但是你站在上面 因为还有你的身高 你眼睛看其实就是三米多 其实三米多 所以你就会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呢 需要做的是 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 就是 让你觉得自己是独立存在的 而不一定是受视觉空间所影响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查过相关的资料 这个为什么人会有恐高的现象 会产生心理恐惧感呢 就是如果你在地面上站的时候 你看到远处的建筑物啊 和其他的这个植被啊 你就会有一个参照啊 这样是平衡的 但是如果你站在高处 你平行的视线里 没有参照物的时候 这时候你顿时 你的平衡性就崩溃了 崩溃这种概念 然后你的恐惧感就突然而生 对对对 是这样啊 对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训练嘛 本体感受是有它的训练的原则 来求求我好不好 咱们可以呃 也是一种 因为因为本体感受最简单的 就是说让你在一个不稳定的平面上进行 现场咱们就做一个不稳定的训练 好吧 咱们来做 先是俯国称的姿势 左手往回 我要跟你一起来 对你和我一起 你和我一起 左手往回 左脚也往中间 左脚往中间 这是猫爬的 一个跑酷中叫猫爬啊 这个动作 非常典型 一个非常基础的训练动作 咱们怎样让这个支撑平面变得不稳定呢 抬 抬右腿 嗯 左手 这这这就是跑酷的训练 如果你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 哦天哪 你要你要集中精神 腰腹要收紧 腰腹要收紧 我试一下啊 对 腰腹要收紧 是可以做到的 对可以做你可以做 哎 真的啊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刚刚刚这个左手离开的时候啊 因为是靠这个一条腿 对 一条胳膊支撑的时候 你发现这时候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要倒 但是当你冥想一下 把自己 真的就是说本我哈 本我这种概念 然后存在的时候 这时候你发现 可以做到 我们会把动作放慢 把动作放慢 然后一直往前爬 真的会很有效吗 非常有效 嗯 我们会像猫一样爬 整个躯干都会和地面平行 然后把速度翻慢 哦 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哦 这样你会非常集中精神 在自己的身体上 怎么去控制自己平衡 控制好自己的身体之后 就能够克服高处带来的恐惧感 现代的跳水运动中 运动员可以在距离水面 10米高的跳台上 轻松完成慢起手倒立的动作 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 运动员优越地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 就完美地体现了出来 他们可以做到 在跳台的边缘完成动作 如同在平地上一样 除了猫爬动作的训练 克服恐高的训练方法 还有空翻 当人体处于完全没有依靠的空中 来完成复杂的空翻 通过空翻技术的提高 来增加身体的控制能力 跑酷运动员 在经过克服恐高的训练之后 当他们在高处进行奔跑 跳跃翻腾的时候会非常自如 这都得益于他们针对恐高的训练 又要请教一下专家 刚才短片当中的这些训练的方式 我们传统武术当中会不会有 因为恐高主要是有两种 它一种是生理上 一种心理上 恐高它初学学用等 这些主要是平衡能力差 所以通过武术的训练以后 可以极好地提高你的平衡能力 基本上就可以消除他们的恐高感 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练习套路 也是练习平衡能力 那我想问您 可不可以这么说 飞檐走壁这种功夫 它确实存在 它并不仅仅是存在于传说当中 而且我们现代人 也可以去操练这门武功 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先 鉴定一下什么叫飞檐 什么叫走壁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一个 武术中的传说中的鉴定的话 我想这是可以达到的 现代跑酷运动的灵感来自于中国的武术 从这些跑酷运动员的动作上来看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飞檐走壁的椅子 它们可以在墙壁上紧走 体现走壁 它们在建筑物之间的跳跃 展示飞檐 它们可以借助城市当中的一些设施 展示它们跨越障碍的技巧 非常精彩 现在我们就想问一问高科 在所有的建筑物上面 你们都可以完成飞檐走壁吗 我们不大可能会碰到一个楼 就可以直接跳过去 因为我们也没有检查现场的场地 会有一些相关的细节的问题 我们会去先熟悉它的路线 然后我们循序渐进地去熟练那个场地 能够在现代都市的楼宇之间 完成奔跑和跳跃 是跑酷运动追求的最高竞技 它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些技能和传说中的飞檐走壁已经很接近了 这些传说中的大侠呢 可以在相隔数米的屋顶之间穿梭 现在的跑酷运动员不借助电影的特地 同样可以在城市的高楼之间跳跃 一个古老的中国功夫和一个充满了现代感气息的运动 就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碰撞到了一级 问问高科 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可以练就刚才你们这样的本领吗 我觉得这个 我们去发展跑酷这些运动 其实不是为了让你们每个人都飞檐走壁的 我觉得跑酷的它有一些它的健身价值 值得我们去推广 所以它才有理由去普及 跑酷这项运动呢 有两个方面 也许是其他运动都不能做得比它好 第一个是 它包含了跑跳攀爬 还有一些翻滚落地稳定的动作 它其实是可以提高人体最基本的运动能力 如果你提高了最基本的运动能力 你就可以参加羽毛球篮球 你参加任何运动你都会进步的更快一些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跑酷可以预防运动损伤 这不是天方夜堂 你看跑酷很难 看起来的时候在做保护自己的动作 经过了今天的演示 论证包括专家的解释 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了 飞檐走壁并不是一种传说 它是真正存在的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现场通过论证 也通过科学的实验 也有很多的表演 告诉大家首先什么样的概念 同时我们也尝试了 现代人类可能做到最接近传说当中 飞檐走壁的运动到底是怎样的 是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要在最后特别感谢我们三位 大众观察团团员的加入 也感谢吴老师 感谢高科 希望您能通过观看我们的节目 明白生活当中的有些事 原来如此 下次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